大家好,我是永华,又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大家记得这个游戏吗? 因为我已经有分享过视频,就是大争战 然后经过我在这几天之内的认真玩 还有不断的玩过后 我终于发现到这个,就不算发现吧 我终于完完全全能掌握到这个游戏到底是要怎么样的玩法了 当然我自己本身也有现在我自己所属 我所属自己设定的那个最强的那个所谓最强的队伍 当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 我先来看一下我这些升级的东西先 而且我的这个所谓的大本营 已经要去6级了 你看已经5级了,所以是说蛮快的 然后当然它这个游戏它其实啊 我刚开始玩的时候真的是一头雾水 可是真的哦,真的游戏的话你真的是怎么说 你必须要玩多,玩多几玩吧 你就会越来越熟悉哦 你看啊,它其实你在这个陈这边哦 这个陈墙看嘛,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哦 因为我去对战模式就跟玩家PK的时候啊 就是跟玩家对战的时候啊 我会发现到哦,好多玩家都没有升级这个东西哦 其实你没有升级这个东西对你来说的话是多么大的影响啊 因为你所谓的PK就是你防守人家打你哦 它是跟部落冲突有点一样哦 你没有升级枪的话等于你没有防卫哦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就是遇到好多这样的玩家哦 完全没有升级枪哦 现在这边城墙这边的话它只有分这几样东西而已哦 当然到后尾还有到八级的我还没有解锁啊 因为毕竟还远真的 这里就是所谓它的剑塔哦 你看它的剑塔啊 然后这个是,这是一个障碍物哦 还有沼泽,地雷 还有这个是所谓的狙击炮哦 就是轰天霹地炮哦 还有这个毒 这毒的话我也没有用吧 然后不只是这样哦 城墙上还有兵哦 城墙上它现在就有滚石兵跟滚木兵 当然滚木兵的话 能把兵打退哦 滚木兵在怎么说 在防守方面的话比较占优势哦 滚石部队的话就 虽然说伤害高啊 但是它并没有办法 并没有办法把很大很大群的部队 就是给打后哦 把往后打哦 所以它就没有 它就显得没那么 怎么说啊 没那么占优势哦 所以我都不用它哦 当然这里的话就是城墙哦 所谓给你介绍的哦 城墙哦 你必须得升级哦 你不升级的话你就 准备 其实不升级没有关系的啊 你就准备每天挨打就行哦 然后当然这里的话 这是所谓的招 这个你看招闲台哦 招闲台的定义是什么 你可以招所有的兵种 跟所有的武将哦 但是你必须要到达那个阶哦 比如你是第四阶 你能招的兵种 跟你能招的武将 就只有那几个 你就只能招那几个哦 它这里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显示哦 啊呢 就是这边哦 还有显示哦 你看 这边还有显示哦 就是说你看 其实它只有24个哦 兵种加英雄 只有24个哦 我这里已经招募了16种 然后我还剩8个 还没有召唤 就没有召出来吧 我还没拥有哦 可是这里的话 如果你想问一个问题的话 如果招到重复的话 会怎么样 其实如果你这样问的话 就证明你经常有玩游戏的哦 假如你招到重复的话 你的 你看啊 这个兵种下面有一个被动技能哦 它可以升级它的被动技能 不然就是把你兵种的数目加多 本来这个火 这个什么为了火筒兵哦 它的数量只有10个哦 但是因为我招到有重复的哦 它把它 它重复了过后 它就把它移加下去哦 让它有多两个单位哦 然后我看一下我有加到的 好像是这个 啊对 就是这个哦 这个它已经重复加了一次哦 所以你看它的等级是2级 当然 武将重复的话 也是一样哦 就是以此类推一样就对哦 你看 这个我重复招了两次哦 所以你看它技能有三级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就话不多说了 来我们来打一场PK哦 不打打一场PK啊 就打一场那个争战嘛 让大家看一下我的 最强阵容 是如何如何的去 如何的去跟 就是这样 如何的把对手 把对手的城堡给移平 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当然搜寻方面的话 这边就比较有一点点那个 怎么说啊 呃 有一点局限吧 因为你就你有肉哦 你是要使用肉的哦 每三片哦 就是 就是找一轮哦 可是这点的话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哦 你看啊 OK 比如我做一个时间 你看我现在我按推出啊 它并没有把你用到的肉给翻回去的哦 它就是扣了就扣了 你看到吗 47哦 所以它这点的话 是有一点点我比较怎么说啊 有一点点比较难接受的吧 你看就是这样哦 OK 就找到对手了哦 其实它找对手不难哦 对手的话还蛮多的耶 我觉得这游戏还蛮多人玩的吧 应该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所谓的最强阵容 当然 它有它的方式打的哦 你别意味着硬下哦 然后这里的话你看 它能够调整阵容哦 就是说假如你不要它 你就可以把它给换出来 换下来 兵种的话你看 比如我不要这个老爷爷 我就换它出来 就换上去 可以这样换上去的哦 所以你可以依据不一样的阵 来换你的兵种 当然你的兵种 当然是全部能能升级到满级是最好啊 武将也是一样哦 武将一样都一样哦 你看比如我不要它 我把它换上哦 一样哦 就可以哦 但是换上它是笨蛋的选择 我还是换回它吧 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最强阵容哦 是如何打的哦 如何如何打到第四阶的哦 这就是说我这个阵容的话 你要一路打上第四阶 绝对不是问题 你看啊 你有没有注意到吗 它的是滚石兵哦 所以你的兵就尽量别放中间哦 你放旁边就好了哦 当然 当然是要两个两个啦 我哎呀 我按太 我手残哦 我按到一个哦 两个就是这样哦 然后你就 你可以放很安心的放这个去坦哦 因为这个的话 你看 你看它会把你打飞的哦 看到吗 你有没有注意到吗 所以你的滚石你的那个要放稍微旁边一点就对了 然后这里的话你看没了哦 没了我就直接下我的弓箭哦 下我的弓箭 让它帮忙哦 帮忙做输出帮忙拆哦 虽然说它们顶得哦 就是顶得哦 那个盾牌 就是那个所谓的盾牌盾牌手哦 可是重点是哦 一直持续下去 它们也是很快阵亡哦 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啊 我的方法就是放五个弹 然后这里后尾再放一排枪手 过后你就可以把你的魔法师放出哦 魔法师是关键哦 你看我的这老爷爷可是最强哦 它不只有晕线效果哦 然后武将的话千万别急着下哦 武将的话它有很大的功很大的用处哦 它在后尾的时候 OK 就是这个时间把它下出啊 因为武将的话它能晕又能把人打打后哦 所以它的功效是在后尾哦 你太早下的话让它阵亡的话 你就没戏看了 哎哇这好强哦 这个关键 然后这里的话你不用担心哦 因为它们大势已去哦 它们的武将全部都已经中干掉了哦 这里的话你就等收割 看吗 你只要把那个 就是我只要了 不是你 我只要把我的所谓的那个老爷爷哦 就是那个 我的那个魔法师保护的好好的话了 基本上我每场都必胜 应该说是找不到输的理由哦 来我们打多一场吧 让大家看看一下 它当然不只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模式 它还有另外一个模式哦 另外一个是属于那个 呃副本模式吧 就是这游戏 你只是打NPC哦 并不是打玩家哦 它有另外一个模式 那个等一下我稍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哇这这就难打了 这不行哦 这我绝对不行哦 因为它已经是六本了耶 它基本上你看它所有的东西高我一级哦 所以不必去送死 你只要看等级相通 或者是等级比你少一级的 你就能打了哦 基本上不是问题哦 因为我的配置的关系哦 真的只可以讲是因为我的配置的关系哦 并不是什么 而且当然啦 它技术方面也要站上一点点哦 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技术 小技巧哦 哇哦 怎么又是一样啊 真是的 当然我看一下六级 六级六级 可以啦 这应该还来还可以勉强打得过吧 来我们 只是它这个东西的话应该蛮伤啊 而且它有追击炮 我不能够 你看啊 你这边的话 你就要自己做一下 那个所谓的编排 编排自己的战略哦 它虽然说 它的只有一级哦 但是你要确保你的坦能坦哦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吧 输赢没关系哦 你看 值得 你值得我一站哦 Oh my god 它这样讲的话 基本上是有点危险哦 然后也是一样哦 因为它那个是属于滚 它是滚木哦 滚木兵哦 所以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下两旁哦 而且它有追击炮哦 我不能够将我所谓的那个 那个给下出哦 因为很危险哦 追击炮的话 它的追击炮会直接把我的那个 那个所谓的 那个我的枪手秒掉哦 哇 你看不行耶 真的 太屌了 这太屌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吧 我下我下几个去 就是去拆拆一下吧 因为 不行耶 你看啊 它就专瞄你的那个炮手哦 所以它这点的话 还做到蛮 蛮健一下的哦 当然这里的话 如果我这里攻不进的话 我就大肆语趣了 我就别 我就不用打了耶 然后 再来 当然它只能打远啊 太近它就打不到了哦 OK 相对的还好哦 你看我的 我都已经给它干了不少了耶 我的 我的盹牌手 我只剩下那几个而已耶 所以是超危险的说耶 所以这里的话 我要改 我要改变策略哦 因为游戏是死的吧 人是活的 你在你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你必须要改换一下 改换一下你的战略哦 这里的话 我直接下一排 然后我再来一个 你看我盹牌手 我剩太少的关系哦 所以我也不敢乱哦 然后必须把武将放出来哦 做一点输出哦 不然真的是难打了耶 然后再来哦 等一下 哇看 果然啊 我的法师 还是多亏于我的法师耶 不然的话 基本上还蛮难打的 哦 等一下 OK好 搞定 可是这里的话 就真的难了耶 你看我只剩一个了哦 而且它有两个武将哦 而且我这里 我完全没坦了耶 所以我只能说 这场我GG了 OK干掉 然后再来 它的这个的话 它是打远的耶 所以危险哦 哎干掉哦 然后这里的话 它全部都是 这个GIN的话 基本上还 哦哦哦哦 危险危险危险 不过这样看下去 的话应该可以了 可以了可以了 Oh my god 但是时间已经不够了 虽然说是可以啦 勉强啊 可是重点是时间不够 时间不够也是蛮屌的吧 它也是算你吃败仗的 因为在外围的话 实在是耗了太多 太多的时间哦 但没关系吧 我只是做一个分享而已哦 做一个分享 没关系 然后我是让你们看一下 就是所谓的 嗯 等一下 啊就这个哦 它的战役哦 就是所谓的 它是副本吧 它有分很多 你看这是名 这是鼠 还有一个是情哦 当然你这些完成了 过后的话 它就会来一个 所谓的特别副本哦 也就是这个 等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哦 你看嘛 就是这个 狂风来袭 狂风来袭的定义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它一样是普通的副本哦 它的兵种稍微 强了一些些 可是 当你没 没 就是讲你 你没走几步过后 它就会来一段 大的风 把你们往后退哦 所以这点的话是 蛮贱的说 哇 而且你看这个好强耶 看到吗 都好强哦 这个的话基本上 还是真的 你不用去拨啦 你拨不过的哦 你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看 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打了个旋风刀塔哦 一级的哦 我们都打得要死哦 它现在是五级的哦 我们撤退吧 然后我们找找一下 比较容易的副本 玩玩一下 然后就可以为续屏座结束了哦 好像是不行耶 这些都不行哦 而且这里的副本 我已经卡关了耶 因为我打到 不要紧我试多一次吧 赢就赢 输就输 也没办法咯 我这里 我记得我的副本 我已经卡关了 而且是严重卡关哦 因为它的对手的话 它对手的武将是能隐身哦 所以 我没办法打 我真的想不到任何的战略去打耶 就是这个副本哦 这个副本的话 我已经打了N4了耶 它就是由于它的那个 它强在它的武将 能隐身哦 假如 不然的话我觉得 要击败它不是问题哦 所以 哎 没办法啦 我们进攻吧 你看它才一级耶 你看 你最喜欢以多其少 哦 扎到 它这样讲我也没有话讲 然后你注意看哦 它是滚石 滚木兵哦 来我们就旁边 旁边下就好了 滚木兵 去支援一下 因为打太慢哦 等下我怕 一方面是担心时间不够啊 它这里的话必须要等它的那个所谓的 等一下 一下子先拿 OK 你看又来哦 你看它是一直往后把你打咯 是超超贱的说耶 然后这里再放三个 应该可以够拆了 OK拆掉了 然后这里的话 还可以哦 还震得住哦 因为我还有三个 还有所谓的三个坦哦 到了这里的话 我放三个坦 然后就要放我的枪手 你看等一下 你看它的武将隐身哦 是超贱的说耶 所以我超不爱它的 我超讨厌它的武将哦 你看 它就是隐身这样子来哦 看到吗 你看 超贱的说耶 拿它没辙啊 我只能说 看吗 我已经把它所有的东西干掉了 可是看武将你看 所以我只可以偷袭它武将 偷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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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my god 看到吗 这是它臭的地方哦 所以我刚才一直输 我之前一直输就是这个原因哦 它的武将隐身哦 你打不到它 它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来发动技能哦 所以这点的话 我完全败给了它 我真的拿它没辙 我也没有办法哦 你看我有的它也有哦 所以我这轮是必败了 真的是必败了耶 不用看了 必败哦 而且时间也不够了哦 18 17 就算顶得住也没用哦 时间不够了哦 不行哦 时间不够了 严重不够哦 而且最后咯 也中干掉咯 所以还不行啊 还不行啊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我下这个我所谓的最强配置哦 它只能打联赛 就是联赛啊 就是跟我平级的角色而已哦 多余于我的角色 就是说 那个等级多余于我的角色的话 基本上都没办法打 也就是说 第四阶啊 第四阶以内都能用我该所谓的配置 一旦超过了过后 就真的蛮难用的哦 因为我打上第四阶哦 你看就是它的阶的分别 这个是第四阶哦 当然它还有的在上哦 而且这里你看 超多超多高手的说 我只能这样讲哦 第一个还可以打到四千多耶 所以我觉得 它太强了吧 四四六一哦 不简单耶 而且它多少集哦 二十三集哦 只是这游戏它唯一 唯一不好的一点点哦 它其实可以改进哦 就是它没有的回放哦 没有的回放哦 这是最最最闷的地方吧 如果它可以回放 我可以看人家怎么打我 还有我打了人家可以回放的话 我觉得是蛮好一下的哦 因为怎么说 你都有点类似像CLC的吧 那你就干脆做的更像一点吧 是不是这样说 只是你们的模式不一样吧 所以这里的话 能分享的我也分享完哦 当然的话 要我强调这游戏嘛 叫大增赞哦 大家应该知道吧 大增赞哦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下载来玩 当然哦 它这游戏还有一个很特 有一个 有一个蛮特别的东西的哦 就是所谓的你看切磋哦 所以 所以你有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也可以在我视频下面 放点名字哦 我可以跟你来切磋切磋一下 就是 切磋切磋玩玩一下吧 你看你看 切磋不获得任何奖励哦 存有余哦 所以你要找我名字 其实蛮简单的 我名字就叫做游戏试玩 你只要打游戏试玩 就可以找得到我了 当然你们的名字的话 你可以留言在我的 视频下面哦 我有看到的话 我就去找你们切磋切磋玩玩一下 然后顺便可以加油 然后也可以交友一下哦 所以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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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